這是很基本的一些經典的導覽 經典的路徑的規劃等等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在這種LBS的應用的話 其實一種交通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到了這個地方 因為在台北它其實當然是蠻方便的 所以它會提供了蠻多的這種公車集資系統 所以它會告訴你哪些地方有公車站牌 這是在國父紀念館那個地方 有哪些公車站牌 那它點檢下去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 哪一條路線它去到哪裡 去程回程在哪裡 它約多少時間來會達到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那邊要等13分鐘 你才能夠達到這門公車 所以你可能要去換別的公車 如果你要到松山火車站的話 所以它這邊把所有的那種公車資訊 整合在這個機器裡面 讓它知道整個的機器 整個它控制它的時間能夠更精確一些 然後這些公車的資訊 能夠不要一直哭在那邊等了十幾分鐘 這個樣子 那當然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公車站牌 也是在用這樣公車執行方式去做導覽 它一樣會告訴你哪些 哪些地方 什麼時候會來 什麼時候到要等幾分鐘等等 OK 那我剛剛有提到其實 鐵路的資訊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可能是從高雄過來 那你要打算什麼時候回去 那你要先做一下自己的行程規劃 我要搭哪一班的台鐵 就會去選擇整個的起氣點 然後選擇它的時間 然後它會把哪一班 就是志強號、菊光號、附近號 整個的行程 它會告訴你它在什麼時候到達 什麼時候要開車 這次都是一些比較交通大 大眾捲秀的整合 甚至航班的查詢 那我們這邊有 桃園的國際機場 也有那個送單機場的一個航班 那剛剛提的都是所謂的KELASK 也就是固定式的一個方式 去提供給一些消費者 在他出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讓他不再覺得陌生 他其實可以去做一些 他自動互動式的一種方式 去規劃他的行程 讓他覺得在這些事情上 他不需要到處去問人 或是他不需要把這些不確定感 放在他的心上 那這些東西是在KELASK上面 那我剛剛提供的就是所謂的 我剛剛提到的說 其實還有一種就是 這個服務可以做到 很多的行動載具上面 那我們這邊提供的就是像 這樣的一個行動載具MID 上面也是一樣是會做一些 BROWS GBROWS就是譬如說 你要去吃好玩的好吃的 一些活動的舉辦 Shopping的一些路程等等 他會告訴你怎麼走 還有一些MAP 還有2D、3D 還有一些calendar 剛剛肖副長也是說 Google的一些日曆 你都可以放在這裡面 那你去規劃 你在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情等等 所以這個集職 它是一個戶內外的全方位寮覽 然後它透過2D、3D的平台去做呈現 所以它會有3D的影像出現 那剛剛我們在做Kiasc的話 目前還沒有3D的影像 那還有大頻繁的應用 去pre-download一些附近的資訊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 植入性行銷的部分 那這就是一個 3D互動式導覽的一個戶外的傾向 就是在新衣區 因為我們現在做新衣區的導覽 新衣商圈的導覽 那這個部分它就會 101的部分 那它的路徑會怎麼樣 它會透過 你可以通過這邊的選項 可以知道在這個地方 看到一個互動式的 互換的影像 就是像這個樣子 你會清楚知道 你走到的地方是不是正確的 那第二個就是 它其實有一種 強面廣告的商業模式 也就是說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一個建物 我們把它建在我們的3D的資訊平台上面 但是它其實這兩塊 是不可以給人家做廣告的 因為那是台北市政府 它沒辦法 但是在我們平台上面 我們可以提供這個給做廣告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我的店家 我要讓我的使用者服務 可以看到我的 尤其像以前我們在講 101 要整片的那個牆面要做廣告 要花200萬 這個我不要 我不要2萬塊 我就可以在101上面 掌出所有可能需要的店家上面的一些廣告模式 放在那邊 甚至這個是牆面 另外還有空飄球 我這邊找一個空飄球 去說這邊有什麼廣告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資訊化的一個部分 它不去實際去 真的要去做一個這麼大的工程 但它一樣就會有它的廣告效果 所以在這樣的創新服務中 它整個的廣告模式 3D的一個互動導演 就會這樣的一個呈現 那同樣的還有2D的部分 那就是找像剛剛那樣的使用情境 我要找飯店 我要找便宜商店 去做點選 那找到之後 我還告訴我要去空中餐廳 它會告訴你一個Street View 就是實際街景的一個顯示 它這個空中的餐廳 就是在A8館裡面 到A8館之後 你就可以去找到這家空中餐廳 另外一個就是 布景 還是一個路徑規劃的部分 還是一個路徑規劃的部分 這個也是剛剛的使用母鏡 我要到那個地方 我怎麼走步行的 走開車的 走大眾捷運的部分 等等 另外一個創新服務就是 這台機器是可以用在展場去的 那在上上個禮拜 是YMAX台北的展覽 好 那我們也做了這樣的一個 3D的互動的室內的導覽 我們知道了整個展場裡面的 攤位的一個資訊 我把那個攤位資訊去做塑化 因為在 在室外跟室內其實是不太一樣 因為在戶外它有街道名 所以它的那個路網圖是很知道 你怎麼告訴你的路徑規劃 是要怎麼走 但是在室內它不一樣 它就是兩個布置之間有一條路 但它是沒有路名的 所以怎麼讓這樣的資訊做數位化 在這樣的室內導覽上是很重要的 甚至室內定位 因為我走到這個布置 我知道在哪個布置 我要到我的資託的攤位 我要怎麼走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發表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室內的3D的導覽的部分 那譬如說 他我現在在這邊觀賞 在這個布置 在這個攤位去做一個了解 那我現在想要找 那個資託的攤位在哪裡 他就告訴你 其實你怎麼走 會走到資託的攤位 所以他在室內 因為在這些的是沒有 沒有一些地圖資訊的 所以這些必須做數畫 還要做室內定位的部分 那在這個室內裡面 它你當然還有一些 店家列表 就是說在這個展場裡面 有哪些店家 比如說有大眾 有大眾電信 有資託 有遠傳等等 好 那他就告訴你在哪裡 你點下去 他就告訴你怎麼走到那個地方 那甚至就是有一些 情境的一些 比如說 男廁所女廁所 在哪裡 可能在一個展場 很多人的時候 很混亂 你要找一個可能還不容易 那你透過這樣的一個 定位的室內的導覽部分 你可以很快就找到說 其實在哪個地方 有男廁所女廁所 好等等 當然還有一個樓層切換 樓層切換的部分就是 因為有些展覽 它是有分不同的樓層 這樣的使用情境 是會發生在百貨公司 那資託在這一次 就是在11月底12月初的時候 會跟台北的金站百貨 做這樣的合作 它有六層樓 好 那它是新開幕的百貨公司 它希望導入一些ICT的 有別於一般的百貨公司的 一些使用情境 它希望它的消費者來這邊 它拿一個 device 我在二樓逛街的時候 六樓就算有了什麼 塑膠活動我都不會遺失 它可以馬上去做 這樣的一個資訊的提供等等 所以這種樓層的室內導覽 那資託將在12月初的時候 會在金站百百貨 去做這樣的一個示範的一個部分 所以做樓層切換的功能 所以整個戶內即時導覽 我會覺得除了 我們的想法是說 除了跟旅行業去做合作 跟通訊業電信業 甚至租車國際飯店等等 整個智慧ICT的服務 智慧商圈ICT服務 它其實也是非常需要 而且非常符合這樣的使用情境 從我們剛剛從商圈裡面的 不同的使用者的角度 去分析這樣的一個部分 都可以知道 整個商圈它怎麼讓ICT的一些科技直路 讓整個商圈的面貌改變了 我除了在這邊可以看到一些文物景點 很有那種親切感 或是很多人風土民情 都能夠直接被接受 但它有一份科技感 這是我們一直覺得在ICT的 這樣子的一個新面貌上面 去可以做呈現的